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是有关于 赖副总统 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先生 他在担任立法院的干事长 就是民进党的干事长的期间 当时由于南军 就是国民党跟清明党的委员 他们在程序委员会 封杀了当时的三项军构 就是包含了爱国者防空飞弹 跟P-31反潜机 还有八艘潜舰的光华八号 当时的情况 那为什么我会准备这个影片的原因 是因为 一直有人在留言说 赖清德副总统并没有明确表态 他会支持继续建造潜舰 那可是 这个影片流出来 就让大家知道 在过去 他甚至在当立委的期间 他是为了国防建设冲到第一线 而跟当时朝小野大 众多的南军立委进行对抗 那现在由于他竞选的策略的关系 他必须走温柔的路线 所以当然我们比较看不到 当初这么努力 那这么强硬在捍卫国防的赖委员 当然他现在要进入总统的高度 所以当然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可是也一直有人在留言说 为什么没有看到他明确表态他会支持 所以我们把过去这个影片叫出来给大家看 那这影片是由近新闻 他们所剪辑的 在前半段那个是民进党 他们所提供的当年在立法院 直询的状况 而当年 主党的委员里面 就是国民党跟清明党的委员为主 所以显见当时的赖委员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简直把国家安全置于不顾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段的影片 但大双眼气道插腰 指着国民党立委费洪泰 赖清德罕见爆粗口 下一秒首一挥走下直询台 眼见就要全武行 两党立委赶紧上前阻止 这是2005年的赖清德 当时身为党团干事长 没想到军购案预算遭到蓝营强力杯葛 光是程序委员会就阻挡了69次之多 包含赖清德主持的这一次 国民党说什么 就是不愿让军购案排入议程 赖清德整个火都来了 指着台下疯狂飙骂 因为这一天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 却在中国和平之旅 十八年前画面曝光就在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卷进潜见泄密案遭控卖国立委之际 赖清德在中职会上重播这段画面 以下这一段是民进党他们提供当年完整的影片内容 那当然朋友们假如有时间可以来进行观看 今天所看到的赖清德副总统 他的这个2005年的形象 虽然是这么的强硬的要保护大家 可是却也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 就像我们军人都在前线保卫国家的安全 可是没有人站在我们的后面支持我们 那我们拿什么东西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所以这是最强硬的表现 却也是最温柔的表现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它哪有原因 哎呀 他就站在那里 什么好 国家变 fifth call 但是这里面那天高海了 这是一位辩充主是他的 你得到我帮沟大陆跑 什么跑出来 Saw Saw gw � Queensimuş 你认识 Rights 包我帮我重挡 为什么都 hätten 和lorаров 你没有什么 四星考虑的都是谁 这个不少 宁可思 你不要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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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这么乖 你很乖 我把人拿上 你把那儿八蛋 你不要搶着我 你没错 你别搶着我 我把那儿八蛋 你没错 你是大红菜 你我怕 我把那儿八蛋 你说老人也打一碗 我们二蛋 我把那儿八蛋 我把那儿八蛋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